往后一生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清平也是你 荣华是你 心底温柔是你 目光所致 也是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冯澄澄 来自美丽的山城 重庆 看到留言区 很多朋友在问我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年轻的嫁 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白头发 白斧子的圣诞老头呢 你到底图他什么呢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关心 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 在欧美的话 很多男士40多岁 头发 斧子都开始白了 到50多岁 60多岁的时候 白头发 白斧子的真的是蛮多 还有一种就是光头处理 也很多哈 我相信大家都从电视啊 从其他的博主的视频当中 应该都有看到这种现象 我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年龄比我大的男士去结婚 而且还会选择一个圣诞老人去结婚 那在这里呢 我想先说说我的第一段婚姻 在我的第一段婚姻当中呢 我的前夫他是要比我小的哈 他比我小 所以呢 我前夫经常说一句话 他说你是大姐姐呀 你拿主意吧 这是他尽少说的一句话 当然 我并不是说我前夫不好 其实呢 他也是一个爱家爱孩子的男士 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士 但是呢 他就是责任感稍微少了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家里的大小事情他都不会做主 我们做生意当中 他就负责财务 那我呢 要负责门事 还要负责业务 回到家里呢 还要负责孩子 尤其是礼拜六 礼拜天 我还得跟孩子做饭 家里 家外 自己都要一个人来扛起来 活脱脱的把我一个农村的傻大妞 变成了生意上的女强人 生活当中的强女人 我前夫他不愿意做主 那家里肯定很多事情 总需要有人做主啊 比如说买房子 买车 买门面 这样大的事情当然我们商量 最后呢 他是不会拿主意的 都需要我自己拿主意 所以 这样的日子 我相信 屏幕前很多的女性 和我一样 要自己扛起一个家的责任 对外呢 要去工作 对内呢 要把家里的生活打点好 所以 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的强女人 实际上 谁不愿意做小女人呢 谁愿意做女强人 强女人呢 大家说是不是 那现在说说我的现在这段婚姻 我自从和我现在老公 白头发 白胡子 圣诞老人结婚以后 我呢 整个性格也就发生了改变 从一个活脱脱的强女人 变成了一个小女人 Do you want to come? 有手 有手憨伤 But they can't see me I'm too tall Yes you're so tall honey 就是这个男人 我脱脱的把我从一个女强人 变成了小女人 什么事情 她都为我做主 我依靠她 但是不依附她 Thank you Thank you honey It's cold out here Yes cold I do Let her I do OK 那我现在老公呢 活脱脱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小女人 家里的事情很多她都会为我分担 为我做主 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她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我说我喜欢海棠婚礼 于是她就把海棠婚礼 安排在了美丽的夏威夷 当我们结婚以后要办移民手续 那她为我找了律师 而且还是会说中文的律师 时刻会想到我的感受 比方说我儿子上大学 选择学校 我儿子和他去商量 不需要我像以前一样 我的儿子什么都是来问我 而是让他们去沟通 当然他们也会征求我的意见 说实话 比如说我出去我们开车 不管是开我的车还是开我老公的车 只要有她在 我永远坐在副驾驶 她是驾驶员 所以现在我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女人 很多人说我图她什么 我真的图她 我图她对我有一份责任感 我图她对我的偏爱 对我孩子教育的重视 我图她把我从一个女强人 变成一个小女人 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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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四季阳光闪耀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有你的一生相互依靠 只愿我们双相欠 心想念 拼拼散散一直 掏牢 做 sodai 你нул警自己 þis 对我的四季阳光闪耀 哦 什么 你发现万是怎么样 在一遍 嘛 就这么第一次 那么